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在9月4号至6号在北京举行 近日莫桑比克驻华大使玛丽亚古斯塔瓦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莫中两国虽分处不同大洲 但多年合作述果累累 莫桑比克位于非洲东南部 被称为通往非洲南部内陆国家的门户 2016年 周末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周末合作几乎覆盖了农业 工业 能源 基础设施 旅游等所有产业 中国人是正在授权的领域 加在不同的区别人 和俄众的人所专门的关系 我们有些人所专门的关系 在各种地方方式里面称为人往重生产业 在那里面称为国家的课论 中国人也工作专门的健康 我估计说是差不多全部 中国不想充当指挥的老板 古斯塔瓦说 在合作中中国非常尊重我们 莫中的合作是以人民和发展为中心 这非常符合莫桑比克的需要 中国是在各方面的经济和技术的组织 但它是协定与阿非业统的业组合作 它是一直在严格的业统 它是不像是个指引缘的 不像是个人队的 你得必要做这个 你必要做这个 不是 中国尚恨特尔中国 尚恨特尚 让我们的家侯 莫桑比克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0% 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极为重视 在多年的合作中 中国带来了优质的种子 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投入 促进当地农业向更高产 更高效的方向发展 在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 古斯塔巴表示 莫桑比克更加关注农业 工业化以及人才培养 古斯塔巴表示 中非合作论坛的愿景 关乎民众的美好生活 关乎在两地建立更多的联系 关乎未来共同的发展规划 中非合作论坛的愿景 中非合作论坛的愿景 古斯塔巴表示 非洲是一个拥有54个国家的大洲 人口超过14亿 非洲在全球市场中 占据重要地位 非洲合作将关乎全球发展 双方可以为世界的改善 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而共同奋斗 民族公民的家具 美国普及中亿印象 而中國和枴莊會影響世界中的關係 我們組成兩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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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因此,中國和枴莊有一個明明的未來 而且會影響世界的代表